热爱演戏的屈中恒 32岁拿下金钟影帝 35岁终结单身 和妻子Vicky育有四个女儿 有趣的是 连结婚娶老婆 也跟国光邦有关 当年屈中恒刚刚失恋 跑到了好朋友 妥宗康的夜店喝闷酒 Vicky是第一天 来报到上班的菜鸟 屈中恒当下直觉 这个女生很漂亮 但小了八岁 肯定不会喜欢自己吧 直到一次凑巧 妥宗康喝醉了 对着两个人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好了 这个醉话 屈中恒不仅仅当真 隔天还立刻行动 要电话猛追 最后顺利促成了 这一段云言 屈中恒聊起 对老婆最感谢 也最亏欠的 是那一年 她怀第三胎的时候 屈中恒遇上了事业风暴 这场低谷 是Vicky和贵人 拉了她一把 带您看屈中恒 如何走过人生最低潮 老婆 不是嘛 那个是可乐又不是酒 你需要喝得这么豪迈吗 不是换作是你 你闷不闷 在夜店聊是非 这个场景对屈中恒和陀宗康 一点都不陌生 屈中恒35岁 终结单身 就是在陀宗康的夜店 一见钟情 小她八岁的Vicky 搞定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 她第一天在夜店工作 我就看这个小女生 我就觉得好漂亮 这种小女生不会喜欢我的 你们差八岁 我们差八岁 那个时候 大家都二十多岁的时候 其实八岁是很多的 那那个转列点是什么 转列点是有一天 康哥喝醉了 然后就说 你没有女朋友 你没有男朋友 你们两个在一起吧 他喝醉了帮你们撮合 他喝醉了帮我们撮合 结果其实我是小路乱撞 结果第二天我打电话给 康哥就问他说 小康 你昨天说那个谁谁谁 你电话可以给我吗 他说我昨天说了什么东西啊 我忘了 他醉他忘了 对他忘了 然后他也有告诉我说 这是我店里的员工 你不要乱来啊 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认真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追他 就是这种个性 觉得很开朗 开朗 对啊 跟他在一起应该不会无聊 你们两个好闹哦 好恶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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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真的这样讲 对 我说好香哦 就你真的也吃了耶 还没煮就好香哦 好恶心哦 这两个人 湖泊的Vicky和屈中恒 个性很互补 1998年两人在夜店认识 隔了两年 屈中恒才鼓起勇气 和Vicky交往 后来跑到云山大饭店求婚 真诚打动了Vicky 婚后隔年 大女儿就来报到 上班跟下班 起床就吃饭 我的爱情 惨惨都能喝包糖 2005年屈中恒不只当了双宝爸 也从金钟影帝身份 首度接下综艺主持棒 忙工作忙家庭 少应酬的屈中恒 还是演艺圈公认的好爸爸 你是宠女儿的 我是宠女儿的 对基本上 只有在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说礼貌问题 比如说长幼有序问题 家教部分 对 然后我会比较坚持 然后我比较 义正言辞的教育他们 其他我都是好好先生 我去学校接他们放学 你可不可以停远一点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停校门口附近啊 真的啊 对啊 对他们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其实让我也蛮放心的 就是至少他们是对演艺圈啊 或者对这种就是说这种 怎么讲受注目啊 是不感兴趣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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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抱抱抱 只是没想到老婆Vicky 怀上第三胎时 她一度陷入麻烦 演艺事业停摆 这个是我很对不起她的地方 她在怀孕的这段时间 我还要离开她 那段时间真的是挺痛苦的 但是也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嘛 对 在这段时间呢 她的确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 她就是一直默默的支持着我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必须要她陪我上节目 我只是说这也是她后来出来的原因之一 就是她一开始是不要不喜欢上节目的 她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就说你就帮帮我吧 你就帮帮我吧 帮你老公一次吧 对 然后她才上节目的 带着老婆上节目 屈中恒紧紧握着Vicky的手 反倒是太太啰啰啰大方的表现 吸引节目制作人注意 她自己上节目 效果还不错 然后有才可以看到了 开始找她上节目 才有后面的 对 才有后面的一些什么大扫团之类的 对啊 在我低潮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支持 对 如果没有她 我真的不一定能够像现在这么顺利 对 这段路应该走得更崎岖了 5 4 3 2 欢迎您收听 大老王的感情时间 除了有太太的鼎力相助 还有贵人相挺 重要时刻找她重返一幕演戏 剧场大师赖神川也在此时 拉她一把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出来开始工作 赖老师跟丁姐就约我 约我喝咖啡 然后我跟当时的 我跟当时的经纪人说 哎呦 哎呦什么 我哎呦的意思就是说 他该不会要找我演舞台去吧 演舞台去是很可怕的 我不要演 你不要随便接哦 对啊 我记得我是这样子讲的 然后赖老师跟丁姐是非常有诚意的 然后跟我讲说 希望我能够参演她接下来的戏 好吧 然后就开始排练 然后到演出 没想到我就爱上了 宝岛一村里面的演员就有曾经跟我讲过 哎呀曲中恒啊 你真是非常幸运啊 你的第二出舞台剧就碰到了宝岛一村这样的戏 你知道吗 我是演了三十多年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的戏 这讲这句话的就是郎祖云 啊 如果就是玩玻璃买块新的装饰就完了 从人家女儿呢 女儿跑了我上哪儿找钱 其实我离不开舞台 这绝对是我舞台剧的代表作之一 有的人说就是说 曲中恒是不是因为 曲中恒是过气了 所以才到了剧场 才到去演舞台剧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的 对 我是因为爱舞台剧 所以才留在这里 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舞台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 对 我在舞台上肯定了自己 一颗热爱演戏的心 在舞台剧中肯定了自己 尽管行事力已经满到2021年年中 如今家有四千斤的金钟影帝曲中恒 在过半百的年纪 在事业与家庭中找到最自在的生活方程式 幸福可快乐世界军